你用本地產的香菇 和澳洲進口的菲莉放在一起 它配嗎 配不配我不知道 我就覺得好吃就行 好不好吃呢 只是主觀意斷 合不合適是有客觀標準 至於客觀標準 也不是我一個人一句話說了算的 是經過無數的嘗試 無數遍調整 無數人的品見 最終得到全世界廣泛認可 而統一推行的 比如說歐瑪斯魚子醬 跟俠多利香檳就是天生一對 你如果用魚子醬 做二鍋頭 你覺得它配嗎 我理解 你想要創新 每一個廚師都想要有自己的創意菜 但是創意 不代表你就可以胡來 其他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老是教過我 食材新鮮最為重要 本地香菇就是比小賀菇 嫩 我呢 林總 你看你這就是 還是太年輕 歲數太小了 才二十一歲 不懂事 我去說的 二十一歲 你也算是年輕有為了 我去有洗手間 你還好嗎 我house 我沒話跟你說 是 我沒話跟你說 每次也去法国蓝带进修过 所以她今天只是很单纯地 想跟你探讨一下 霍林顿牛排的做法而已 我觉得 没有必要对她有那么大敌意 真的 她越爱吹 她法国蓝带 她单纯 是我不配 你之前说的没错 一个物品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的价值 而是取决于它在什么位置上而决定 所以它是法国蓝带的 它做的就该贵 你在我家吃也就嫌贵 顾首男母的话不是让你这么理解的 我 你们只是很单纯地在那探讨一道菜的做法 选用什么样的食材和我去你家吃不吃饭 那这是两回事 能能用一个 正常人的思维逻辑来想这个问题 对 我不正常 我没有一个正常人的思维 我在你的世界里 我就是这么这么渺小的一个厨师而已 我到不了你的高度 我不管他逻辑不逻辑的 但是我的逻辑就是你一个人不可以吃两个女人做的菜 为什么 为什么个屁 没有为什么 不行就是不行 我来这儿不是在跟你探讨我应该去吃谁做的菜这个问题的 我 真的是太幼稚了 对 我以前是吃得惯他做的菜 但是现在我吃得惯你做的菜 我只吃得惯你做的菜 我承认你很特别 那请你不要太特别 你特别到我已经 我 我 我开始犹豫我 我 我不知道 你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我就算特别对于你来说 也只是个厨子而已 你是一位厨师 但你 不 你不仅仅是一位厨师 你还是 你跟我 你 你 能给我点时间我思考一下吗 我消缺了 你消缺了是吗 我 你要确认小贺姑跟香姑哪一个贵人 还是确认我做的饭好吃 还是那个李婶 李婶 我不让你提醒我 确认好了吗 好了你就出去 回到你该回到的位置上 我都不知道我的位置在哪儿 我告诉你 宋乔一号 法拉利 总统套房 那个离什么那身面 反正总而言之 你就不该出现在这个厨房里 你会知道我的位置到底在哪儿 你会知道我的位置到底在哪儿 在哪儿 怎么做的呢 我知不知道 我继续要够了你 因为你的话